世界上最惊人的十个食品内幕 你知道豆腐居然用了分辨发酵吗 抗生素肉类竟呈超级细菌温床 瞎被残酷对待 歇除眼睛 你吃的食物可能远比你想象的更危险 第一名的毒性是情话物的1200倍 本期奇异探索站位已揭示十个骇人听闻的食品秘密 点击订阅 一起来沾沾好运吧 第十名 豆腐 素食者都知道 豆腐是最好的肉类替代品 但是 听完这些豆腐的生产方法后 你可能会改变主意 豆腐是用大豆制成的 可以是新鲜的 也可以是发酵的 看起来健康又美味 但是 一些豆腐生产商决定走捷径 2017年 上海的食品安全检查员发现 这些生产商使用了动物和人类的粪便 以及硫酸铁来加速发酵过程 更糟糕的是 这些批次的豆腐甚至检测出含有大肠杆菌 听到这些 我暂时是不会再碰豆腐了 毕竟 没有什么比粪便豆腐更让人倒胃口了 对吧 第九名 地沟油 已经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了 它的成分从餐馆排水馆中收集的油 到字面意义上的下水倒油 经过煮沸和去除一些杂质后 这些油会回到餐馆进行二次使用 为了掩盖使用过的油 颜色深烂的肮脏过去 制造商会加入一剂漂白剂 更有甚者 无良商家通过煮烂肉提取油 来制造地沟油 为了中和高动物脂肪含量带来的不平衡 他们还加入了碱性添加剂 短期内 食用地沟油可能会引起胃痛和腹泻 长期效果可能包括胃癌和发育障碍 那么为什么有人会冒险使用这种非法油呢 答案很简单 因为成本几乎是新食用油的一半 更便宜的餐馆常常会屈服于这种致命的诱惑 据一些专家称 十分之一的餐馆使用地沟油 生活中如果你决定去哪吃饭 递开那些最便宜的选择是个明智的决定 第八名 抗生素肉类 你知道世界上80%的抗生素都喂给动物吗 没错 大多数抗生素并不是给我们人类准备的 而是给那些可怜的牛羊猪鸡 你可能会想 这有啥大不了的 这不正好让我们的肉类更安全 更健康吗 唉 别太乐观了 朋友们 真相远比你想象的复杂 其实 抗生素的主要作用是帮助牲畜快速生长 让它们长得又大又快 想象一下 吃了超级营养剂的牛羊猪鸡 一个个都变成了健美选手般的存在 听起来不错 对吧 然而 不幸的是 这可能对我们和地球都有坏主 为什么呢 因为抗生素的过度使用会导致超级细菌的产生 这些超级细菌可是对抗生素有抵抗力的 这样一来 等我们真的需要抗生素来对付某些感染时 它们可能就不那么拐用了 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 可都不是什么好消息 第七名 虾 你知道吗 大多数全球销售的虾 都是从泰国和印度尼西亚进口的 它们是在一种农场中生长的 这个农场其实是拥挤又肮脏的池塘 里面充满了抗生素 消毒剂和杀虫剂 这些池塘密集地让人窒息 环境差到许多虾都活不下去 更糟糕的是 许多虾养之场为了让雌虾更快繁殖竟然会切开并切除它们的眼睛 因为这能促使它们的卵巢成熟 这种做法叫做盐饼切除法 几乎在全球所有的对虾孵化场中都在进行 虽然据说盐饼几个月后能再生 但科学家一致认为虾在这个过程中会受到创伤 想想它 如果有人对你做这种事 你会开心吗 第六名 怀孕的猪 你以为怀孕的猪妈妈们会得到特别优待 这些可怜的准猪妈妈们实际上被挤在狭小的笼子里 所谓的妊娠蓝 就像住在永远无法翻身的小单间 笼子有带缝隙的混凝土地板 为什么呢 因为这样所有的猪排泄物都能直接掉到下面的坑里 这些母猪在这小单间里的待上整整四个月 也就是它们整个怀孕期 等到这段幸福时光结束时 它们通常都会落下溃疡 浓肿河窗 这种残酷的生活条件让许多国家都受不了了 它们已经禁止了这种做法 第五名 攻击除 在蛋品行业 攻击除简直是命运多舛的代名词 因为它们既不能下蛋 又不能用来繁殖 所以这些小家伙一出生 就被直接送进了绞肉鸡 但家禽业的秘密还不止于此 你在超市看到的散养鸡蛋标签 其实并没有多大意义 你以为散养就意味着 鸡群在美丽的草地上快乐地散步 太天真了 这个标签只对有机鸡有用 但它们只占总生产量的3% 实际上 那些所谓的散养鸡 依然被关在巨大的拥挤的旁屋里 这些散养鸡确实可以接触到户外 但由于没有对群体大小的限制 许多积极的连翅膀都无法展开 再加上这些旁屋的地板 两到四年才清理一次 简直就是鸡的噩梦公寓 第四名 纤维 大家都知道 多摄乳纤维对健康大有好处 但是 食品公司可是惊得很 它们看到了这个纤维热潮中的商机 开始忽悠你买它们的所谓高纤维产品 事实上 有些公司压根没把真正的纤维放进产品里 它们卖给你的是假纤维 一种合成产品 技术上讲 法律上也是 这些可以被称为纤维 但它们离真正让你健康的纤维差远了 你吃了这些假纤维 不但没变健康 反而可能会负账 胀气 还有各种肠胃不适 所以 在超市购物时 一定要注意那些花哨的营销手法 第三名 鸡汁的变化 你知道吗 我们人类已经对鸡的生长和外观 进行了大改造 为的就是让它们生产更多的肉 好让公司赚更多的钱 通过急欲化育种 这些鸡已经变成了超级鸡 它们生长得更快 肉也更多 我们挑选那些大家喜欢的特征 比如说 大多数人爱吃白肉 所以 鸡胸肉在这些年间显著增大 现代的肉鸡 也叫做肉用鸡 它们的胸部 比60年前的鸡大了足足80% 以前的野生鸡看起来更像吃鸡 而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鸡肉鸡 拿1925年的一只鸡来说吧 它通常要活到112天才能被屠宰 体重大约1.2公斤 而今天的鸡呢 仅仅47天就能被屠宰 体重大约2.6公斤 全靠我们对它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进行严格控制 这些鸡生活在高度受控的环境中 通常被养在非常狭小的空间里 这样 它们就不会浪费能量 能更快长大 变肥 但这种条件也非常让鸡紧张 所以大多数农民选择给鸡碱 或烧掉它们的灰 以防止它们互相啄死 第二名 牛被喂玉米 你知道吗 对牛来说 吃玉米就像我们吃塑料一样 不自然 牛经过数千年的进化 本来就是吃草的动物 玉米对它们的消化系统来说 简直就是灾难 搞不好会把牛给整死 尤其是如果不配上大量的抗生素的话 但事情还没完 关于大肠杆菌的问题也很棘手 大肠杆菌是一种在某些情况下 可能致命的细菌 牛吃玉米时 它们的肠道内会产生更多的大肠杆菌 这对我们吃的肉可是个大问题 那么它们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呢 它们通常会用胺水处理牛肉 试图杀死这些细菌 就是那种地板清洁剂里能找到的胺水 可能就在你的牛肉中 汉堡里最多可能有15%的成分是这样的牛肉 而且这完全合法 除此之外 牛的待遇也很糟糕 在被送到屠宰场之前 它们生活在极大的压力下 产卖量远远超过它们在野外的自然水平 一些小牛甚至一生都被重脸拴住 根本没有自由活动的机会 牛的生活实在是相当悲惨 第一名 河豚鱼 大多数人听到河豚鱼 都会想到日本的河豚刺身 但其实在中国 这种鱼也是顶级美味 中国人是第一个吃河豚鱼的 长江沿岸的人们与这种鱼有着悠久的爱恨情仇 他们认为这鱼的味道值得冒险 历史上 如果你在长江边的餐馆吃饭 想尝试河豚鱼 得先交一枚硬币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不幸被毒死了 这硬币就算是你自己买的鱼 从而免除了主人任何的罪责 这可是个聪明的预防措施 因为河豚鱼的毒性 可是情化物的一千二百倍 这也意味着 只要针头大小的一点点毒素 就足以致命 那么 为什么在2016年 它被解禁了呢 原来 中国的养鱼专家们 通过调节河豚鱼的饮食 和选择性繁殖 发现了一种去除毒素的方法 但我仍然建议大家 在食用这种 可能让你原地生天的鱼食要小心 只有少数经过认证的养殖户 被允许养殖这种鱼 所以那些从不明来源采购 不懂怎么处理的餐馆 可能会是个威胁的组合 个人而言 这是我宁愿不冒的风险 好了 不知道今天介绍的十个视频内幕 哪个让你最担心的 欢迎评论区告诉我们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可以订阅点赞奇异探索站 下期也会给你带来更多精彩